新兵在射击训练时突然发现 标靶位置居然有一千米之远 但对于从小热爱射击的他而言 这种距离依然是小菜一碟 随后他缓缓地扣下班机 子弹一枪接一枪地打在标靶上 这把一旁的班长都给看闪一眼 随着第十发子弹的打出 班长立刻要求停止射击 并且还把标靶拿过来检查 原来十发子弹不仅全部命中把星 而且还在极小的范围打出了一个人 众人见状纷纷投来羡慕的眼神 可唯独王彦斌却满脸的不自在 因为拥有射击天分的他自以为是全班第一 没想到居然被死对头何成光抢风头 在训练结束后 王彦斌独自坐在台阶上发呆 他本以为每个项目都能打败何成光 可恰恰每个项目都输得一败头 甚至就连他那引以为傲的射击技术 都被何成光的一个圆圈羞辱了一半 就在王彦斌沉思之际 狄二牛急匆匆地找到了他 见王彦斌满脸沮丧的模样 狄二牛很快就猜到他还在为射击的始发者 于是便试图对他进行开导 说了你那就是个新兵射击体验的 不算成绩呗 他打了我的自信 除了你自己 没有谁能打掉你的自信心 原来何成光早就看出了王彦斌的性子 他不想因为战友因为自己 于是决定好好地开导一下王彦斌 我们之间没有谁是胜利者 也没有谁是失败者 你是一百环我也是一百环 最多也是难分不重 可王彦斌却不这么认 表示他在标靶上打出一个圆 就是羞辱自己最好的证明 何成光听闻并没有立刻解释 因为他知道王彦斌这样性格的人 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于是何成光决定用激将法来激发他的斗志 你就这么轻易认输吗 认输笑话 我王彦斌什么时候认过输 我什么时候认输过 我王彦斌就这么 我认识了王彦斌回来 这招果然起到了效果 王彦斌把何成光当成了要超越的目标 并且立志要成为铁拳团最牛的兵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期也接近了尾声 指导员把新兵们带到了神枪手四连的基地 这是铁拳团最优秀的一支连队 里面的士兵不仅各个都是神枪手 甚至就连吹噬般也都是一身的本领 看着这群穿着吉利服手拿狙击枪的老兵 李二牛也是非常疑惑的问答 那个带望远镜的枪就啥枪啊 随后指导员表示要想进入这支王牌点 那就要通过新兵连的考核进行筛选 并且只有两个名额指标 新兵连的考核也是神枪手四连的选拔 有没有信心加入到这支优秀的连队 有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新兵们为了考出最好的成绩 便不分昼夜的投入到训练当中 而争强好胜的王彦兵 自然是以神枪手四连为目标 当战友们还在熟睡中时 王彦兵已经独自来到了操场进行训练 而看到这一幕的合成光 也是立马找到了 你加量归加量 多少注意点科学性啊 可王彦兵听闻却不以为人 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多努力 就算进了神枪手四连也还是个老二 王彦兵说的没错 没有谁不想进神枪手四连 何晨光也是 但此刻的他有了一个全新的想法 不久后 新兵们的最后考核也正式开始了 经过层层考核各种项目的成绩 何晨光和王彦兵都始终处于队伍的最前面 而他们决出胜负的关键 只能看最后的射击项目 可就在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瞄准标靶射击时 何晨光却突然变得犹豫了起来 在老黑班长的命令下 何晨光缓缓打出了最后一枪 九十环 这一成绩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击 正是因为这个成绩 何晨光和神枪手四连十之交臂 而王彦兵虽然成功入选 但他却怎么也开心不醒 特别像这样的一个AD J. 请继续